各位早晨,有一陣子我都看很多Netflix的documentary 我都很贊赏,可能是审美疲劳,虽然我很享受 但同一类的东西,看太多你都想停下 所以早前我是看少了Netflix的documentary 最近夫人去了旅行,所以我自己亂按电视看的时间就多了 我又随便开一出这些documentary来看 一看那种feel又翻了,我真的很享受看这些东西 今次我看这出就叫American Man Hunt the Boston Marathon Bombing 他说在美国大约十年前,应该超过十年前 他在波士顿马拉松的节日那里 有人就放一些炸弹,压力煲,然后爆出很多钉 铁、铁、铁、飞出来的那些 就爆了两个 当时是一个大新闻 他说回这件事件的经过,即是发生那一天 发生了什么事,有什么人受了影响 然后有些像 那些懸疑片,即是有一个倒数 过了几多个小时,然后那些警察 跟进这案件,就做到怎么样 就是说那些警察 去找究竟是谁做的,以及如何捉捕那些人 追捕那些人 大概 他的内容是这样的 其实同样的故事 之前 有一部电影叫做Patriot State 中文我忘了叫什么 我也有说过 我在这个频道是有说过的 你可以找回来看 那时候我已经很赞赏那一部电影 是一部好的电影 因为我不喜欢看Mark Robert 但我也觉得那一部电影很好看 还有我觉得那一部电影最好看的 就是Kevin Bacon 有个很好看的角色给他做 难得 然后他又送到他做得很好 所以我觉得那一部电影是好戏 所以 同样的故事 如果你没有兴趣看Documentary 你又没看过那部电影 其实你可以看那部电影 如果你是喜欢看Documentary 我也推荐这部电影 因为这部电影 它有三集 所以在一起是三个小时 它也挺长的 但是整体来说 我觉得它的娱乐性是高的 因为那件事件本身 就已经是相当之曲折 而且那些 因为不是很久之前发生 所以那些当事人 无论是警察 或者受害者 各方面 他也可以亲自在这部电影里 看到他们的样子 听他们自己说的那件事件 因为不是所有Documentary 都有可能可以做到这件事 就是这部电影 就是找得回那些人 就是让他们现身说法 就是 因为它的 source material 就是说警察 FBI 如何去查 以及追捕那些人 然后很多事情发生 是很曲折 就是整部电影 整部电影故事都在那里 所以我觉得很紧张 如果是说娱乐性的话 是娱乐性很高 我觉得它里面 因为那一部电影 我很看那部电影 就是《Patriot's Day》 我已经很久没看过 我很久没回看过 我也不太记得那部电影 感觉上 在这部电影里 也有很多东西 我是之前不知道的 所以也有一些新的材料 所以即使像我那样 几年前有看过另外一部电影 我觉得是不会影响 看这部电影 不会影响看这部电影 那个观感 因为我看的时候 我觉得追捕性也是很强 即是我唯一的投诉 我觉得它不需要分三集 又或者它可以分三集 但它不需要这么整齐 即是每一集一个小时 即是我觉得它有点太长 某一些部分 即是我觉得它可以 可以move on 即是不用在那些部分 即是花太多时间 留那么久 而现在的观感 即是我觉得有一些部分 即是它是 有点勉强要 即是压足分三集 每集一个小时 即是好像有一个规限 它一定要这样 即是以至于 即是那个 那个pacing 是有某一些的位置 即是有点慢了 那我觉得这些又不需要 因为你都在Netflix那里播 你又不是说要在电视那里播 即是你又要就着那些广告时间 它也没有这些限制 即是其实 所以它不需要这样 即是 即是 但是整体来说 即是 这部影片看的时候 我都觉得很享受的 所以我是相当推荐 那我给它的评分 是B- 即是 很高分 其实是 我就是很喜欢看这些这样的东西 但是当然 因为Netflix 它有很多 这些 同类型的Documentary 是更加好的 但是这部影片我觉得也算不错 我觉得最主要就是因为它的 题材 即是它的 source material 实在是太奇了 即是 很多事件 即是那些事情的发生 即是竟然 即是在现实里面 是这样都有